最后我们要再带您来看到是由文化部主导 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所主办的社区营造网路影音平台计划 将制作出多部的微电影 而第一支的这个微电影就是家世异域 那么其实这部微电影主要是在叙述民国五十年 滇缅孤军跟宜隽撤退来台之后 被安置在高雄老农西派的故事 整部微电影可以说是相当的具有历史性 接下来透过镜头我们要带您一起来看一下 由文化部指导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主办的 社区营造网路影音平台计划 导演表示首支制作的微电影家世异域 乃叙述民国五十年滇缅孤军撤退来台之后 被安置在高雄老农西派的故事 这个作品是以这个微电影的形式 然后来讲述一个社区的故事 那这样的一个形态 我们都知道微电影它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广告的滞入 但是我们滞入的是一个 这个社区有充满了历史背景 充满了时代这个意义 还有时代轨迹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管张表示经历五十年的沧桑 故事已经逐渐被遗忘 故事的主人也日渐凋零 电影透过孤军让时光到回国共战争期间的场景 第一部片子我们用这个加持抑郁来当一个主题来谈 谈社区 那到底为什么要谈社区 其实台湾的社区已经进入第三十个 第三个十年 那我们想说其实在社区里面 对于人来说第一个最根本的是什么 活下去 那当初这些Gaming的孤军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是被称为异域的孤军 然后台湾之后面临的又是另外一个生存环境的对抗战 50多年过去了 他们如何在这块土地上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化轨迹 影片中三位阿嬷应该可以提供最佳的答案 记者在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